今天我要带给你全新的一个练习拍子的方法 首先我先讲你的目标有两个 第一个是打得准 把拍子打得准 OK这没问题 第二个是要持续一样的重复 就是说你要稳定就对了 我们来把学生大概分成两种 有一种学生是他很会数拍子 可是因为太专心在数拍子 他没有办法兼顾到情感 因为他就是一二三四 所以准的还是要有带感情的准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打得稳定的重复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平感觉 我都pretty by ear 对于一个节奏来 我就开始模仿 可是节奏有些很难 我模仿得不够准 因为我不数拍子 所以呢我因为没有在数 所以我就非常头脑放很轻松 我就可以去想和弦 所以我就可以把拍子打得很稳定 所以你就把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数拍子的人 因为头脑太过于专心在数拍子 所以有时候一个和弦突然变得很难 他要跑去看和弦的时候 他一分心 他就乱掉 那没有数拍子的人呢 虽然说他可以打得很轻松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 像那数拍子的人这么准确 所以呢 数拍子的人不稳 然后没数拍子的人 可能稳定 没有办法准确 所以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律动 律动就是我刚刚讲的 平感觉去做一个节奏的打击